诗篇第114篇 以色列出了埃及,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民。 那时,犹大为主的圣所,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 沧海看见就奔逃,约旦河也倒流。 大山踊跃如公羊,小山跳舞如羊羔, 沧海啊,你为何奔逃? 约旦啊,你为何倒流? 大山啊,你为何踊跃如公羊, 小山啊,你为何跳舞如羊羔? 大地啊,你因见主的面, 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。 它叫磐石变为水池, 叫尖石变为泉源。